I'm happy to annou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ramping up critical language study, not only in Mandarin, but also in Russian, Arabic, Farsi, Hindi, and more. 為了在外交上更好去理解盟友和敵國的想法,並且應對現今的國安現況, 星期三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宣布關鍵語言加強計劃,鼓勵民眾學習多國語言,其中更具中共為例 而這樣的政策並非美國政府首次提出,早在冷戰初期艾森豪政府就曾制定計劃, 培訓成千上萬的美國學者掌握俄語應對共產勢力。 在911恐襲後,美國也提高了對阿拉伯和波蘭語的應對, 蓬佩奧提出,特朗普政府也將效仿先例,並以學習普通話為首, 來應對中共野心和伊朗恐怖主義等國家的挑戰。